这一期我们还要来掌握的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八年任期交满在礼拜天就要卸任了 今天特别开放媒体拍摄办公室的整理状况 外界也盛传说这个市长是可遥望从统府 他都笑说一切都是你们的幻觉吧 今天自己上班呢 其实他第一天就在想说他从来都不信邪 那么12楼看出去呢什么都没有 那么他也有说收集室里头有放着几件衣食袍 他拿出八年前的衣食袍披上去之后呢 也是发文跟台大学生喊话 说台大学生小心了哦 因为柯P要回来了哦 因为要点名了哦 他说大家呢应该是最害怕的吧 那么要进行交接打包自己的办公室 那么我们就要来看看的是王世坚 之前送他的脚踏车 有一千千王世坚呢 已经答应说要上脱口座沿上了 那么他也确认说会参战 两个人会寄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网友们应该都很期待 台北市长柯文哲疯狂 把书丢进箱子里还一度站不稳 要些人交接柯文哲清空市长事 但没有东西要留给新市长蒋万 反而说要把蔡英文两岸政策的书 带回家读 难道为了2024先研究两岸关系 要怎么搞 蔡英文的两岸历程 这你要带走 那留在走 为什么 这带回去读的 跟对岸在谈判的时候 一定要坚持把一句话写进去 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之上 要不要要求说 要要要要政策要要延续性 柯文哲更首次曝光自己的小房间 把医师袍和唐椅统统打包回家 顺便跟大家导览一下 自己平常办公的地方 还加码曝光 自己还留着王世坚送给他的脚踏车 而下次再跟王世坚相爱相杀 竟然是要在脱口秀节目演唱 相选总统的柯文哲卸任后 恐怕得先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 尤其看到蔡政府还在卡小三通 不让台商反台 在党批评太不合理 那你去抗台包干嘛呢 大陆人并没有开放观光嘛 所以你就算小三通全面开放 大陆人观光客也不能来 来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台包 台生台商嘛 过个年你就这样排挤他 你有多少药可以抢呢 台商会回来多少人呢 就算是台生需要药 那也是我们台湾人啊 柯文哲卸任之余 也说要好好研究两岸关系 但恐怕也还有更多更迫切的问题 等着执政党去面对 记者和我们继续过好 SN小组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哇真的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游淑慧 他剪头发了 其实还蛮好看的 这个新造型我给他一个赞 他这个头发原本是长的嘛 现在剪到耳朵底下 一点点耳下一点点 稍微通一个卷 然后眼睛又大大的 网友就说真的是还蛮好看的 而且很减零耶 让人看了也很想要模仿他的这个发型 那么他今天听到这个也是心情很好啦 被赞美了 他也反问大家 真的有差这么多吗 那么我们还看到了是蒋万安 蒋万安有宣布少内阁人士除了李四川之外 还有另外一位副市长就是由林一华来接任 不过辞职日期还没有确定林一华透露 二月才会进入市政府 如果二月一号后在辞立委 距离立委的任期不到一年 就不必再补选了 小内阁最终先锅 最后一坨名单公布 副市长除了李四川 另外一位确定由国民党立委林一华出任 但他说考量立院还有工作没完成 得等到明年二月再上任 预算正在进行中 在这个会期处理几个重要法案 因为我有责任必须要把这样的法告一段落 都已经有跟万安取得这样一个谅解 能让我把立法院的工作 要让他能够做一个段落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林一华委员就是最适合的人选 他对台北市政的熟悉 想无人能出其诱 林一华担任过台北市新北市教育局长 以及台北市议员历练丰富 但林一华决定二月就职 根据宣霸法规定 立委剩余任期若未满一年就不必补选 换句话说争取大安区立委的徐洪廷 王欣怡得等下一件 此日起来没有确定 但是就是二月一定会进市政府报道 我的服务处不会关门 转为曾民宗委员 以不分区继续在地方服务 大安区如果要补选 国民党一定会赢 所以并不是国民党怕这些不会赢 只是可能觉得说一再选举 怕给民众带来困扰 选上又过了一年 又要再选 劳民伤财了 另外蒋万安小内阁 年仅38岁的幕僚陈俊安 将接任惨罚局长 竞选期间幕后操盘首 政大教授余振华担任 严考会主委 卫生局长则由现任副局长 陈正成代理 蒋万安赞最适合的人选 一一就位 市民也等着江市府端出的成绩单 记者向盧陈俊荣 台北报道 好我们继续来掌握的是 那么最后一波的小内阁名单 现在有释出 那么第二位副市长 是由立委林奕华来出任 时评论员黄阳明 在脸书直言 国民党的人才缺到 蒋万安非得拉一个现任立委 去做副市长 还为了要避免再补选一个 拖到要任期不满 一年二月一号再上任 这不是个好现象 黄和平认为说 国民党的人才 应该呢出现了一些断层 其实比世代交替 不交替这些 反而是更严重的事情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 周玉寇的一个最新的发文了 九合一大选 民进党输成这个样子 那么那个周玉寇 也曾经在广播节目上痛批 陈时中呢 两手一摊跑人了 甚至还用没出席来形容他 那么今天在脸书上就发文说 这蔡政府呢 讲自己是这个还债优等生 但是人民很无感啊 他还建议总统跟这个副总统 说多说无意啦 赶快发钱一个人一万块 过个好年 到底是真的会发钱 还是假的会发钱 他为什么敢讲这句话呢 往往都说来发下去啦 怕什么欠国债啊 大家赶快一起扛 还有人说现在发一万块 大家还是不会买账的啦 就算发一万人民还是会投 KMT 那么他也回应说呢 就拿出证据出来咯 好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 请不吝点赞